美聯儲議息會議結束 宣布再加息0.75例 元邦基金利率提升至2.25例至2.5例 並以事年內連續四次加息 共加2.25例 而香港方面 暫未有銀行宣布調升最優惠利率P 究竟會什麼時候加息 加息後對供樓人士有什麼影響 現在來分析一下 早前公布的美國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升9.1% 創40年新高 因此加息0.75例可算是符合市場預期 會議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雖然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回落 但汽油及食品價格仍然高企 從新高度關注通脹風險 下次以息再進行超常規復度的加息 仍可能是合適之舉 而且尚未決定何時開始放慢加息的步伐 因此 不者料短期內美加息仍會持續 年底前聯邦基金利率有機會升穿3厘水平 日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 香港將無可避免需要加息 未來數月銀行或會上條片 不者認為 香港條升片基本上需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1個月hybrid較長時間維持於1.8厘以上 銀行加息壓力增加2 吐息交易持續 銀行結余下跌至1000億元附近水平3 港美息口差距進一步確寬 再聯繫匯率制度下港有壓力跟隨 不者預計香港加息條件已經逐漸形成 9月份美聯儲議息張誠關鍵 香港銀行有可能於今季尾條升 而預計幅度約為0.25厘左右 假設以貸款額500萬元 還款期為30年 H息利率為1.38% 實際息率為封頂位2.5厘計算 每月供款為1.9756萬元 壓力測試要求為4.7316萬元 如港P增加0.25厘至2.75厘 每月供款將上升至2.0412萬元 即增加656元或3.3% 壓力測試要求將上升至4.8631萬元 即增加1315元或2.8% 如果港P增加0.5厘至3厘 每月供款將上升至2.108萬元 即增加1324元或6.7% 壓力測試要求將上升至4.9963萬元 即增加2647元或5.6% 約P增加半厘 每月供款比現時封頂位增千多元 對供樓人士負擔未算有太大影響 事實上 近30年經落案揭息率指數MMI的平均息率 為4.92厘 而近10年的平均息率則只有1.91厘 可見現時的案息水平屬超低息水平 加息令利率步向正常化 但處於加息周期之中 供樓利息開支及壓力測試有所增加 有意置業人士要避免借到盡 衡量自身負擔能力才入市